因为最近黄金涨价了,然后有朋友说他已经在卖黄金 所以我就来看一下我去年买的黄金 那看一下这边,我是从看一下线图 我是从去年的7月买的,2018年的July 7月 大概买在这个点位吧 然后一直到9月的时候,8月底到9月那个时候降了一波金价 那时候有朋友跟我讲说赶快买,可是我没有听他的 我就想说等赚了再说吧,我赔本了 因为7月买的时候在这边,8月买在这边 所以我已经赔了,所以8月就没有再买,8月金价在这边 结果到了今年的,你看这边是3月,2月的时候又涨上来 然后3月又掉下去,然后又涨上来又掉下去,起起伏伏的 结果最近从5月底一直一直往上跳一直往上跳 到最近你看这个金价已经跑到1400多 那我们家楼下两家金氏店,他们每天都会公告 应该是一两的那个价格,现在已经到5700了 本来是4400、4500,然后现在已经到5400吧 还是5700忘记,所以跳得很高 所以我才回来看这边,就哇,真的真的涨蛮多的 所以先卖一波再说吧,那我这边就按一下卖出黄金 那他有跟我讲说,目前的买入价格是4183.57 如果是今天要卖出的话是4533.90 好,那我们来计算一下4533.90 减掉4183.57 就是350.33嘛 350.33乘以30块好了 美金,这样大概可以赚1万多块 赚1万多块 如果全部卖掉的话 那因为在这个黄金平台卖掉的话 他可以把现金领回来 或者是你先处置在这边 那以后如果金价在掉下来的时候 回档的时候你再去把它买回来 然后这样子操作 那因为它是金库是放在新加坡 不是在台湾 所以其实台湾也克不到税 所以我先来卖一波看看好了 下一步 请选择至少一个玻璃 至少一个金条 好 因为它的金条一条是100克 所以可以把这个100克点开 然后选它勾起来 这样卖掉100克 卖出价格就是4533.9 这边有写4533.9 然后之前有赠送的这边有12克 可以再把它点开 这边如果要卖掉的话也可以 假设我把它全部都卖掉的话 等之后回档再买回来就好了 然后这样就有 哇 就有5000多美金了 然后按下一步 全部把它卖掉 然后再输一下 来了 要卖出的时候手机还会再收到一封简讯 做确认 继续 然后它说你的订单已经送出去了 你的订单将会在一个工作店之后做处理 一旦处理完毕你会收到一封通知的电子邮件 关闭 OK 好 那现在我里面的黄金已经卖光了 所以目前总价是零 好 那就等到下次订单处理完毕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目前的处置状况 好 如果你们这个是新加坡公司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网站你会怕怕的话 没关系 直接到台北的公司去跟他们做一下咨询 这也是OK的 因为我自己有去过 所以我敢买 这网站网址我会贴在影片下方的连结 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考看看 我们再回到首页来看一下 其实它这个网站最主要是这几个便利信 就直接在网络上买真实的黄金 它黄金是直接存在新加坡金库里面 除非你很想要把它运回台湾 可是那个运费实在太贵了 划不来 如果像我是纯粹做投资的话 我只是在那边做黄金的买卖 我就不需要把它运回来 因为我把它卖掉就转现金了 转现金之后 你再把它提领回台湾的公司就可以了 台湾的账户就可以了 右上角这边你可以把它切回美金 然后繁体中文 这样你就可以自己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做买卖 网址会列在影片下方 你们再自己去看一下